有事把特殊杆送下来,他们万一再丢都不 你让你看这个 哦,送不到了 都好,都好,都不清 哦,都好 它全气了,应该是事 突发消息 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8月13月 刚刚收到来自山东消息县 今日早些时候 高密的大街上突然发生了爆炸 吓死我了 我估计有许多人受伤 并且附上了视频开头的相关视频 不过由于平台的限制 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剪辑 针对此事 我们找到当地一位群众 他提到我们这个凤凰大街和燕子路交叉口 那边附近中午突然就炸了 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头都没了 有一个只剩上半身了 太惨了 估计一公里外的人都要被这情况吓着 爆炸的声音太大了 当时这家名叫半边天的烤鱼店 还没开始营业 如果营业中那就太吓人了 第二位当地人士反馈提到 我家门口斜对面 今天早上7点左右 一声迹响 我神思地震了 太惨了 针对此事我们查询到中国的国家媒体 北京日报都视频在其官方微博发文提到 记者今天从山东省应急管理部获悉 今日7时15分左右 高密市朝阳街道凤凰大街 以家坊路的一烤鱼店发生燃气散报 经现场收救客初步核实 已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